土耳其地震 災区混入小混混 花钱买感恩 灾民怒斥党卫军 灰头加土脸 仓皇逃走 妈咧滚 回窝里耍魂 酒菜蝼蚁一口闷 摘器官找女人 占天斗地乱乾坤 不知恶报眨眼道 三尺头上听雷神 通天大罪 收人 快人快语 天下事 京腔京韵 老北京 各位新老茶友 各位观众听众 大家好 欢迎光临欢乐清老的老北京茶馆 品大碗茶 听大实话 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各位亲 您现在看到的是海外独尖对口时尚 向上频道 老北京茶馆 听段子 看世界 直面糟心 共享欢乐 干净事业的新茶友 别忘了订阅关注茶馆频道 为哥儿点赞 油管频道的新茶友 请打开小铃铛 及时接收我们最新节目的信息 好嘞 茶馆一挂 段子先行 开板上段子 话说 党不装伪善还好点 一装黄鼠狼给鸡拜年 直接用力过猛 脱臼了 党这黄鹅鼠狼又上哪儿丢人现眼去了 土耳其 那不土耳其大地震了吗 对 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万了 一贯热衷描绘墙里四月静好 墙外水深火热的下大棋党 能不积极参与这场围观和消费之旅吗 大棋党直接下半棋了 肯定不能放过这机会 答案正确 加十分给 党中央自打 接着土耳其大地震消息 激动的 彻底做不了中国梦 失眠了 和尚 土耳其东南部6号凌晨发生了7.8级的强震 之后又是7.6级的 6.7级的两个余震 还有多次4.8级上的余震 党中央七个小小人 睡不着觉 不知道是怕地震 还是他亢奋了 兼收并蓄 兼而有之 当然了 最主要还是亢奋 外交战线 宣传战线 两条战线 都拧成一股战绳 战线拧战绳 您说多拧吧 连夜商量怎么能 好好消费一下土耳其地震 给党那窟窿上打点粉底 再撒点胡椒面 这脸色更像鬼了 经过整整一宿的龙卷风大脑风暴 凌晨时分 真给卷出一样东西了 转出一样东西什么呀 一座高架桥 大脑风暴龙卷风真卷呢 内卷 是这样 党盘点了一下在土耳其的资产业绩 发现有座拉跨大桥 等会 什么大桥 不是拉跨大 不对 不是拉跨大桥 是跨境悬俗 拉起来的大桥 1915恰纳卡莱大桥 在这次大地震里边 人家愣是没他 什么叫愣是没他 反正就是没他的意思 周一周二两天 党媒中央大股肠 环球网 还有澎湃新闻等等等等 一干人等全出动了 配合中宣部广电总局要求 大报特报 中国制造 2022年3月建成通车的 四川造世界最大跨境悬锁 在地震中安然无恙 党国制造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Oh yeah 您等会 抱歉还得拦您去 我怎么看推特都跟这辟谣呢 说这人家那韩国和土耳其联合制造的 你党这怎么什么都偷 闭嘴 没那回事 这桥虽然总承包商 是韩国大林集团 四川路桥也算其中一个小分包商 再说了 从四川造局部角度来看 那不就是中国制造的 碰瓷走起 碰瓷怎么了 您不知道 这地震集数太大呀 这是大地震 这地震再大 你得知道那桥离震中多远 多远 一点都不远 地图我看了 离特别近呢 简直就在震中 您看着地图凉凉 一千公里两千里地 那么远呢 从武汉多到成都 您以为呢 所以网友说呀 居震中一千公里 甭炒作了 太尴尬 堂堂一大国 靠作弊吹牛满足虚荣心 您说不吹这活不下去吗 哎呀 效果是不这么理想 尤其是这回派过去那记者 一点工作经验慕有 那么好一素材给糟蹋了 说什么呢 这是你 甭提了 Instagram有个网友 谁 叫 Mbrutu 阿瑞斯拉 怎么把羊串呢 是怎么叫的 反正就是那意思 9号那天拍了个小视频火了 传得乌恙乌恙 小视频什么内容啊 芝麻点小事 就是这位土耳其楼椅 向当地媒体爆料 说有个来自中国的记者 要采访他 给他一通C钱 然后让他批评 咱们土耳其政府救灾不力 赞扬他们中国救灾队 抗原队 厉害了他的国 您瞅 这丢人线的勾当 又爬上土耳其灾区玩去了 门线了 主要也是大意了 没想到土耳其灾民素质那么差 给钱也不要 让批评政府也不敢说 还不赞扬我们救援队 自掌吗 不是凭什么赞扬你救援队 不赞扬你也别骄傲警察呀 把我们记事也轰走了给 惊喜来得有点突然 直接解态了 最为亚洲跟那趁火烧鸭子 一顿看热闹 晒土耳其灾民的口水 什么 现在都是我们土耳其人民 一起克服痛苦的时候 不要来玩这套政治把戏 说太好了 大外宣终于踢到我们铁板了 您说这种无良媒体 可恨不可恨 嘚瑟不嘚瑟 嘚瑟 人家嘚瑟你党嘚瑟 跑人家灾区丧事洗半去 这人一点肺子都不要 挫火 导演脚本被反贼发现了 丧事洗半 可不丧事洗半 人也不光叫丧事洗半 也有叫多难兴邦的 还行哪 快赶上网友说的话了 这CCTV都恨不得打出那大标题了 哪个呀 中共救援队 喜迎土耳其大地震 头条新闻 甭说 我们还真有点怀疑那种激动的心情 赶赴前线 我不要脸 结果 撞着英国老BBC 跟封面上一通晒中华民国搜救队 打着国旗大踏步前进 跟我党这示威 示威呀 中华民国台湾这叫有爱心 派这专门支援队赶赴土耳其灾区救灾去 甭臭美 我们不是晚一步吗 有它好看的 好看的 你这是要打击报复 拢工分两步 第一步 直接把台湾救援队的照片弄下来 贴在我们新闻里 欢呼中国人向土耳其伸出援手 直接移花接木下山摘草子 第二步 等我们人一出发 立马通过外交途径 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 提前进入灾区 参与救灾 打住吧您 实在丢不起这人 能不能一人掐一土耳其树叶 盖脸赶紧滚回来 我们中国人丢不起这人 债您甭劝 刘卓 党啊 去土耳其是逢党做气 不是真热救灾去了 不愿长呆 既然没油水可捞 党国宣传队早就想撒鸭子 奉金扯 主要是骗不了这人 透明下去了 领队那头头细说话 还不如回去搁两块酒菜一脑我 您听见没有 除了坑爹搁酒菜不会别的 出去丢人 回来坑人 两手抓哪只手软哪只手硬 看情况 没好情况 就说被家长深恶痛绝的江西志愿中学 胡言语 胡新宇被活摘器官 谁都知道是这么当的事 对呀 哎 党就给你做成自杀铁案 开完新闻发布会就翻脸 谁要再说活摘 就让谁销声匿迹 中共网西办牵头发布 坚决打击网上借胡新宇事件造谣 恶意炒作行为乱七八糟的一堆令 制造问题的人要开始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了 这个党最无耻的有一样 明晃晃敢把真相亮出来 然后完全当谣言打压 什么器官不全哪去了 什么假冒胡新宇表姐夫 胡新宇的哥哥他爸爸发布虚假信息 叭啦叭啦 这意思再清楚也不过了 自从胡新宇他妈妈的抖音被清空 胡新宇家人被彻底人间蒸发了 谁也找不着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人发跟胡新宇有关的消息 都等于暴露在党的手电筒之下了 党还要开始清场 因为关注铁链女案受到打压 远走海外的独立记者赵兰健 推转了一个视频 就说官方疯了 举国上下打击围观胡新宇案的群众 放过凶手之后不许任何人提胡新宇 政府整个就是反人类 两手抓 这一手抓质疑官方结论的人 另一手抓传播真相的老百姓 反正就是抓人 对胡新宇案赵兰健有个形容 满朝文武再无人类 别看乌央乌央满朝大小官吏 一个个人模狗样 其实哪个是人呢 真不好说 这能算人的实在是太少了 这胡新宇仅是一条人命 撕开黑暗铁幕的一个缺口 还有无数的年轻人 搭上了无数的生命 撕开了无数的缺口 昨天说那四川广播电台主持人庞勋 志远中学失踪女教师等等等等 他们可以在上学、工作、教学上学等 不同的人生环节被中共强行失踪 任何时候 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甚至于分解成大领导身上的器官 魔鬼都干不出来这种事儿 今儿共产党全都给干一遍 关于新时代 网友有个形容 时代的列车滚滚向前 但是我却不是乘客 是燃料 你这燃料 这还真尴尬了 和党说那新时代 烧的柴火是拿韭菜做的 熊熊燃烧 一位有医学背景的神秘茶友 向我们爆料了这个可怕时代 更加惊悚的黑幕 医学背景茶友爆料 前方又得有高能 心跳模式又启动 茶友们敷好墙 悟好您的小心脏 这位神秘茶友说 总算翻墙出来了 现在翻墙越来越难 刚看了两位新节目 太棒了 谢谢茶友 翻墙辛苦了您 关于胡新宇的零件 还有女生挑货的事 您昨天的爆料全是真的 您瞅 又是一位知情人 看来这种事在某些这个圈子里边 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了都 可能没看我们昨天下半场 干净世界那些节目的茶友 有点没听明白这些话 昨天那些节目也分享了 另外一个神秘茶友的爆料 那个爆料排除了猜测的成分 完全属于爆料的性质 在今天这位茶友这儿 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反而这一切都只能说明 党国彻底烂透了 哪都一样 昨天那些节目 回调我们在这种留言里边 第一条也放一遍 没看的茶友您再补一下课 这个茶友就说 我只想补充一点 挑货之前 他们都会做背景调查 专门找老百姓的孩子 欺负 彻底无语了 不过我先跟茶友没抗那集 先解释一下这个挑货怎么回事 这挑货是一个黑话 指的是什么呢 帮党官们物色长得好看的那些女学生 挑货 茶友就说 您记不记得在国内 尤其现在啊 上学时候开学第一天 要向班主任报告父母职业的背景 这其实就是一种体检 叫家庭背景体检 家庭有背景 非富即贵的 官宦人家出身的 官方们就不敢去碰他们家孩子 完 底层移民 没钱没地位的孩子要倒霉了 所以神秘茶友就说 总之 告诉您的观众听众 尽量不要参与任何咽血体检 不要报告班主任任何关于父母的工作情况 大陆的家长茶友们您听听听说了吧 体检 验血 汇报父母工作 千万一个都甭配合 听后边 孩子上学的路上 连人贩子都会问 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呀 记住了 让孩子一律回答 我父母是警察 您听听 到处问家长干嘛呢 多吓人啊您 如果人贩子喊 跟老公回家强撸人上面包车 您千万别喊救命 女生也不要喊这不是我老公 那为什么呀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非常冷漠 那倒是喊也没人管 对 我打听到了唯一一个成功跑来的反贼女生 喊的是什么呢 打倒共产党 新疆独立万岁 台湾独立 人贩子当场吓尿 划清界限吓跑来 女生威武 周围人听到反动口号 倒是很积极的报警去了 说是有反动分子 人想领钱 这回人民群众倒激烈来了 真够可悲的 最后女生去派出所写了个检讨了事 哎 说实话 就算不是写检讨是判刑 也比被抓去当铁链女强 恍然大明白 早就应该科普给年轻的男女们 现在来得及 其实国内很多大学 跟山东大学一样 也有学伴现象 山东大 我知道黑人留学生做学伴那事对吧 曾经有非洲学生 看上了一个狙击干部的闺女 真会 可是啊 实在动不了人家 于是学校团委的团支书 跟非洲学生道歉 承诺会多送 贫民出身的那个女孩给她补偿 多分的这帮团支书 您说 官二代红二代看上谁 也吩咐学生会团委党委动手 去做女生的思想工作 具体挑货 实施机构是团委干部 党委干部 还有学生会的学生干部 跟这也挑货 是彻底完了 整个国家教育系统彻底完 他们负责打探女生的颜值 按着颜值身材打分 把所谓上等货 按等级分给各位爷 您听的 这还是学校吗 甚至有女教师都被挑货 遭遇类似您爆料那失踪女教师 唱一帮人渣 简直就是 其实呢 他 他这就是女教师 他如果天生立志 还不幸被上层看上 无论你去没去举报 都会遭遇林冲娘子的下场 只是举报恰好给了他们一个抓手 林冲娘子的下场 被奸贼那高求父子调戏逼迫 最后悬梁自尽了 其实给非洲人学败的待遇 也是红色贵族一直享受 红二代 只不过平民没听说过 所以觉得特诧异 不是这黑人留学生有学败 红二代也给安排学败 另外您说的 他们给自个儿挑货 这也是真的 完全乱套了 上级一般采取 放纵他们淫乱 给他们录像 很多人被录像以后 党委和上级会把他们作为把柄 逼这些人参与拆零件活摘 活摘 否则他们会被以强奸罪 强奸幼女罪给逮据 您说这都什么呀 这乱 这就是为什么 胡新宇学校那么多老师 全都积极参与 这件事的原因 隐瞒真相 明白 把柄都在党委手上 全都沦陷了 所以从枪奸到杀人 这些老师只能是越陷越深 同样医院的大夫也是 国内的护士教育也和欧美不一样 都是采用俄国的学徒制 参照小学课文返卡 上学时候学过 实习期不仅没钱 不被医生前规则的话 连护士执照都不给您 这么恶心 医生因此非常变态 有个医生发泄受癒的时候 那什么后边差点 对对对 不念了 屏幕上有 您自个慢慢看 简直无语到家 茶友说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那个禽兽什么心理 可能是虐待狂 非要给人留下瘦印 魔鬼禽兽 人类肯定理解不了 所以请告诉国内茶友 千万别让自己的女儿学护士 茶友都听见了吧 千万别让自己的女儿学护士 很多攻击法轮功的人 因为不敢面对现实 说薄熙来不可能 巴拉巴拉 那么祸害女演员 以为他不会那么变态 那是因为这些人太天真 其实现实更残酷 中共丛林都变成这种地狱景象了 全都 我高中同学的学校发生过非洲学生强奸案 也发生过教授用毕业证 威胁女生前规则的案子 怎么呀 学校就是派学生干什么出面 通知全宿舍保研 用这个办法 发动宿舍的社友 施压那女学生 让他放弃报警 真是无话可说 这社会主义接班人 这就是党玩命培养出来的 曾经有个经历文革的老教师 在基督徒的地下教会忏悔 什么事 原话说 当年我从美国回来 也是看中大陆低人权的优势 想多娶几房一太太 所以人心犯了罪 一切都是报应 回大陆想多娶几房一太太 那是老教授忏悔的时候说的 茶友就说 现在很多千人计划什么杰出青年计划 其实也是看中国内入了党都可以贪污科研经费 全规则女学生 美国只能老老实实 守着老婆默默的做科研 这千人计划的什么龌龊心理 中国芯片一年也没戏 除非偷去 可不嘛 回来投奔党 就是奔着党的金钱美女来的 入乡随俗 直接玩物丧志 没心思搞科研 可不 茶友说 举个例子 你们可以谷歌搜索 西南大学女博士为了毕业证被教授 随教随道霸占三年的事 这事不用搜 我有印象已经看过 那秦寿教授叫什么 赵明 就是衣冠秦寿 学校后来误不住 都紧急切割 说不要他了什么之类的 茶友接着说 其实别的很多大学也一样 有的大学能量大 知乎贴吧 有人卖 随便删帖 还可以调动警察 没错 调动一切资源 掩盖丑闻就是 我们院有个女生打胎 第二天就被教授给教授和教授老婆做饭去了 炒菜做家务 打胎费都是自个掏的 教授说那孩子不一定是他的 说实话 习真有发动二次文革的土壤 为什么呀 因为这些受害的女学生 对教授充满了仇恨 真是教授 吓死宝宝 这样文革再来 这女学生有机会能批斗教授的时候 还不得教授活活整子 这片土地其实就是人间地狱 很多女生受了再大的羞辱 也跟家里父母说 在学校很快乐 因为说了也没用 更白催了 无奈和绝望的现实 我们院另一个女生说 别看网上很多父母评论 说如果他们家孩子遇到三鹿奶粉 他们就怎么着怎么着 其实 很多中国父母都会选择 放弃找共产党报仇 再生一个孩子 我这女生对自个家长也完全心灰意冷 楼椅爹妈不敢为自己做主 您说这什么事啊 就说 茶友写在这儿 戛然而止 说了一句 我还有急事下线了 保持联系 可以公开我的信 说这儿 我突然想你那句话来了 无日三省无身 啊 想你这句什么意思 网友不给来了一个段子版新解吗 我是不是太客气了 我是不是给他脸了 我是不是该动手了 每天琢磨这仨问题 三省无身 等 这坏事干的没节制 彻底失控 该到偿还的时候了这是 快了 北京网友老周 也许是小周 月初叔叔发了一封邮件 带了一张图和一段小视频 此时此刻正在开胡新宇的新闻发布会 北京的天空是这样的 人在坐天在看 往天佑我中华 往正义早点降临 人在坐天在看 就这六个字 这相信的人要是多起来 中国也不会那么可怕 这句说根子了 中共这个社会之所以烂到今天这步田地 完全是共产党无神论一手造成的 拿着活的女学生女教师当玩物 拿着活的男学生当摘器官的摇钱术 因为不相信天堂和地狱 不相信有报应也就不怕天胆雷劈 真希望赶快报应几个 让他们也知道知道 自作念不可活的道理 刘卓这心情能理解 不过事情的发展有上天的进程和逻辑 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事不报时候未到 习近平有句话也没说错 三尺头上有神明 这一切都得还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余香 别忘了到干净世界订阅老北京茶馆 视频简介里边有链接 走起您的 干净世界再见 再见